不二架销售成潮流 过去五年他们办到了 不二架销售成为趋势 从北到南都有建案 只求地段建筑特色 不跟消费者溢价浪费时间 不愿就拉倒 但风潮树立后 建案销售反而更宽速 可以跟你聊我的服务 我可以跟你聊我的特色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很困难 越来就越容易了 台湾预售物制度走了四十多年 传统建商销售模式 分为开价 抵价 实际成交价 这样的价格神秘又模糊 向来也为人所诟病 你刚开始实施的时候 也没有人愿意相信 对不对 你就是努力地说服 他我真的不二架 所以这件事情 要说服的过程很久 海线起家的采洋建设 是知名不二架的卖屋建商 新案大多预售时就快速玩销 有的成屋后房价还涨了一成 新推的豪宅案国美清空也坚持一样的做法 北屯电梯别墅太顺堡垒当初坚守价格打出要卖3988万元 实价登陆确实就是3988万元 总泰地产这些年一连卖了好几个普二架案子都相当成功 近期的总泰2020 大型造证案944户 主力单价每瓶16到17万元 过去一年多时间已销售近9成 价格公开透明 让许多人马上下定 拉断建案销售时间 如果透明的话 成价当然就不容易 因为最新的价格就小了 不过要留意的是建商喊出不二价售物 大多是阶段性不二价 因为建案生命周期长 不同时期可能还是有价格未挑 但近年封床慢慢成型 许多建案跟着采用 未来如果预售实价登陆能上路 将加速市场生态改变 我赞成实价登陆 因为如果未来有人要买预售物的话 可以做比较 这样比较有保障 其实在其他的欧美国家都已经实施多年 那你资讯越透明 其实越容易加快成交的速度 嗨 你看得到吗 我已经看到刚刚活动的新闻了 你看得到吗 加入好评语会员 只要用脸书或是Google账号 就能有一键注册 也可以用电话或email注册 现实免费 快来注册苹果新闻网 现在趁苹果免费 赶快加入哦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